三個月因公殉職的新公分隊大隊長 尤上華四號舉行告別式 家屬在七號將他的骨灰帶回高雄老家 途中繞到了新公分隊 讓大家送他最後一程 消防車警報器鳴笛 弟兄同仁身穿制服 列隊敬禮場面十分愛情 同仁的除了流上華的家屬外 新公分隊的兄弟們也包車陪他南下 走完最後一程 年僅二十九歲英勇殉職 冒險救出四名陶藝移工 但四人幸運獲救卻落跑 留下消防員在現場 一月四號大隊長告別式 當天專情隊在桃園找到其中一名移工 根據他的公辭 當時原本要去工作 但雇主卻臨時告知他們放假 所以就和室友在沙發上聊天抽煙 沒想到煙蒂燒破沙發 他們不知道如何撲面 只好逃離現場 而這名移工也強調 自己抽的是電子煙 企圖卸責 內政部政務次長會帶八號 九號率隊前往火災現場刊定 還原事故給家屬一個真相 英勇的消防大隊長 友善化任務結束了